大家好,2020年2月2日,各位漫迷早晨,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节的漫迷早晨节目 今早已经出了一节,就是我们对浪队,缓和浪队的拍摊吧角度 我看到实在很多很多人留言 我想明天或后天就会慢慢做后继和漫迷高见 一定会慢慢说,因为很多漫迷流可言 但今天有一节最新消息 冬季转会昌的第三签或者第二签,看你想怎样说 因哈露,或者我喜欢叫做以加露,或者逆音应该叫做因哈露 因哈露,或者我喜欢叫做以加露 终于到达了万哲斯特市 其实有些奇怪的,如果大家有留意拍大把的影片 都知道了,他在上海那边踢近球 那就是中招球员,也之前踢过乌福特 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那么严重呢 我还初初以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去到英国 去到英国都可能要隔离 其实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呢 原因就是另外一宗转会 都是踢上海的,不过上海另一队球队的阿兰道域 阿兰道域,记不记得? 那时候踢过韦斯咸 之前踢过另一队,我忘记了哪队 但接着踢了韦斯咸,接着就扭手 接着去了大陆找食 原来韦斯咸一月的转会枪 其实是找过他回韦斯咸帮忙的 但是他呢 就因为在上海那里说 搞不到机会,还是不知道不可以 最后转会就不成了 所以我呢,初初就以为 咦,难道在他们同时 因为大家都在上海踢球 咦,难道因为这样可能都要等一段时间 那么巧呢,我们又去到这个 冬季休假 即是冬季休假 难道是他先来英国 接着就隔离14天 接着才可以跟我们操练 那发觉呢,原来就未必是 因为呢,想想一下呢 其实呢 这件事呢,其实一直 之前的消息就是这样 究竟伊加路什么时候来 或者因哈路什么时候来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呢,刚刚刚有位 曼迷报料给我听 他说,有一个特别的报料 就说,伊加路之前 就已经去到杜拜了 接着就会转机去英国 那样,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这样转机去到杜拜 又可以去到英国呢 如果假设 就是真的因为疫情的问题 但是我想一想 我的资讯 不知道是不是最正确 不过想一想 好像英国真的没有 不准去过 中国的人入境 我印象中好像真的没有 那 所以呢,可能真的 其实他是可以入境的 我最初就以为 咦,难道他去了杜拜打个转? 就是 那些人当他在杜拜来 不当他在中国大陆来 还是怎样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想一想 好像又好像没有封关 英格那边 英国那边 那其实 当我和这位漫迷 在研究究竟 这件事是怎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 刚刚 现在 我现在是大约9点半 大约几分钟之前 就看到 《太阳报》 新出了一个新闻 其实他就引述 《Sky Sports News》 那里已经报道了 Odeon Icarlo lands in Manchester After crazy transfer And admits it's a dream come true OK 原来 说时迟那时快 我还和这位漫迷 在讨论的时候 伊加路 或者欣哈路 就已经去了 曼切斯特市 到达了 大家看到照片 完全是没有任何特别 或者旁边任何东西 推着自己的行李 再去外面 预备搭车 这样 而且他也接受了一些访问 即管看看他说什么 这位前屈福特的球员 射手 就去了曼切斯特机场 这个早上 即现在的英国早上 即现在的早上 他在上海 新花那里 就转过来 OK 那 伊加路 现在就会外借 半个球柜 蘇斯特查 希望他可以帮手 因为福仔受伤 一个叫做前锋的短缺 不够人 这样 30岁 很早之前 以前小时候已经是曼联的粉丝 他应该真的是曼迷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在接受记者的访问 他说 真的很疯狂 我真的很开心 现在来到曼切斯特 非常大的机会 放在我面前 这个绝对是梦想成真的 因为当我很小时候 我已经跟着曼联的资料 他说 从心而发跟着曼联 这个现在真的变成真 可以在梦剧院那里踢球 也都感谢主 以及我的经理人 以及教练 可以给到这个机会 我实在很开心 在这里可以做事 以及 跟球队一起去奋斗 以及希望 可以用一个好的成绩 去完成这个球柜 刚刚那场球队 昨晚那场就0比0 缓和了这个狼队 现在来到 究竟会不会帮到手 就是这样 还有原来 原来 原来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苏斯特 在这个 冬季休假 会带着球队 去到西班牙 做一个集训 所以 伊加鲁 在99场 代表 温福特 上阵的比赛 入了39球 2014-17年 接下来的24小时 便会休息一休 因为他始终坐了很久 飞机 不是在旁边 他只是休息一休 他访问 他说 今天就是休息一休 休息一休 休息一休 因为我坐了很久 飞机 他直接说 在上海去曼徹 即是说 其实他真的上海 经过杜拜 去了曼徹 直接由上海 不过可能 我们香港的朋友 包括我 过度敏感 英国根本没有封关令 所以根本上他真的没问题 接下来他就说 明天就会开始工作 亦都会开始联络 这样的 OK 这宗新闻 有点突发的成份 但是也有 有些特别 因为之前 我们都没有足够的资讯 根本就不知 因哈鲁 或者伊加鲁 在哪里 但现在终于 就得到 英国那边的 Sky Sports 和The Sun 证实了 伊加鲁 就真的 今天是礼拜日 我们 他们也是礼拜日 早上 就到了Manchester 看下何时 可以 那天休息一天 明天开始跟着操练 我真的不敢说 其实 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真的 完全 不需要 做任何事情 正式踢球呢 不过 老实 严格来说 上海 就应该是 没有湖北那边 那么厉害 可能 他们觉得 没问题吧 说真的 你问我 如果我是万元的医疗团队 怎样都 跟他做一套测试 始终有避无患 因为 有些朋友都说 这个会不会是 我们的暗黑兵 去阻止 利物普罗 英招冠军 当然 这个 他也是说笑 而且肯定 想多了 但无论如何 依加路 或者欣哈路 这个收购 这个外借 其实都是充满了很多 讨论点 我们在 之前的转会讨论 那里都说过 很多朋友就说 有没有搞错 我们明明起码都有一个 劳卡股 现在变了这个 依加路 年纪又大些 可能又没有那么厉害 还有 不过 说多一点 反正都是 开了咪 这宗转会 如果单一 就有这样看 就是外借 那当然 不是那么理想 是不是 就是 我们 其实这件事 之所以发生 就是我们 从来这几年 那个计划 都是做得非常之差的 所以呢 这个情况 就是我自己 就这么看 一开季的时候 我们不补充 这个前锋 搞到现在 复者一伤了 我们就 感觉上 不够前锋用 其实还有Marshier 还有Greenwood 理论上还有Daniel James 但是 不同类型的前锋 一个大质的前锋 我们没有 这个是真的 就是说 如果你当劳卡顾是一个大质的前锋 他走了之后 我们没有提普 这个事实上是没有做到 在开季的时候 已经犯了这个错误 好了 到了一如的转会枪 现在 就是只是一个 補获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 如果 我们一开季的时候 打算要 找一个劳卡顾的替捕 一个大质的前锋 就找 伊加路 那可能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当时 可能还有其他选择都没有 但是 这个 伊加路的收购 或者这个 转会 其实只是一个 補获式的转会 因为你贵初的时候 已经做得差 那 当你補获的时候 一定是不理想的 如果很理想 你就不是叫補获 是不是 以及在一月的转会枪 其实 实在太多球会要找前锋 刚才说过的韦斯咸 无论是巴塞隆拿 或者是车路士 我随便说几间球会 都是在找前锋 一个正宗九号仔 还加上 老实说 你现在找个大隻老型的前锋 是难上加难 所以呢 这个真的是 即是 我已经说过 上次都说过 你说这个收购来到 是不是很开心 当然不是 但这个只不过是 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还有呢 始终有一件事 我不是说看好他 但有一件事 我觉得是值得 值得要拜 就是说 他真的未踢过大会 他起码第一次来到大会 他会有心踢先 但是 当然有个危机 一个未踢过大会的球员 有很多次去到大会 会不会压力太大 适应不了呢 或者根本上不够了呢 这个就是大家要想 因为你说他是不是真的不够了呢 他非洲杯也踢得不错 是2019年而已 所以这件事 真是很难去估计 一个良好的愿望 就是希望他能踢到 实际上是怎么样 真的要看看 到时怎么样 要看看 还有最重要的 我想很多朋友 在罗队那场报导说 其实SUSH的战术是怎么样 都未知 OK 这一节 有点突发 还有最新消息 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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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